在12月10號 即是上個星期五 海關人員建時機成熟 在青衣的西草灣路 截查了三架的貨櫃車 在三隻四十尺的貨櫃裏面 是檢獲了3,100萬支的懷疑私煙 然后在隨即的跟進行動当中 我们再在附近的一个码头 的两个货櫃裏面 檢獲了1,600万支的懷疑私煙 整个行动当中 一共是检取了4,700万支的懷疑私煙 市值是1亿3千万 而认货税值是8,900万的 并且拘捕了三名的男子 年龄是介乎46至55岁 今次的案发时间是晚上的时分 私煙集团利用附近七黑的环境 加上码头的位置是非常之偏僻的 不法分止他们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去收藏私煙 以及进行这个反跟踪的 企图去逃避我们的侦察 根据我们初步的调查 这一批货柜一如以往 是采用这个海路的路线进入香港的 而私煙集团稍后会将这些货柜 暂存在不同的货柜场里面 然后再逐一分拆出去市区 企图增加我们追查的难度 受到疫情影响 全球的物流链仍然是非常紧张的 再加上圣诞节新年和农力链即将来近 市场对私煙的需求是有所增加的 私煙集团为免供应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就一次过囤积大量的私煙 以供应这个长假期的需要 我们的案件调查工作仍然是进行中 我们会追查这个私煙集团的成员 这批私煙的来源和他的流向 以及相关的人事 我们不排除会进一步有其他人事被捕